斷代王織代文化園區繽紛韓國絲編織蜻蜓DIY教學 材料介紹 繽紛韓國絲一條 木珠兩顆 鑰匙圈一條 使用工具 剪刀 尖嘴鉗 以及打火機 步驟一 首先取出繽紛韓國絲 與木珠兩顆 將兩顆木珠 分別穿過韓國絲的兩端 韓國絲兩端對齊 韓國絲兩端對齊 將兩顆木珠往下推 對齊 推至約小拇指長度的位置上 兩顆木珠對齊 將左邊的線 從蜻蜓下方繞至右邊 右邊的線從蜻蜓上面穿過左邊的圓 再來一定要拉緊 稍微整理一下 就會出現蜻蜓的身體與眼睛了 右邊的線從蜻蜓下方繞至左邊 左邊的線由蜻蜓上方穿過右邊的圓 這邊要再度拉緊 整理一下 步驟二 左邊的線由蜻蜓下方繞至右邊 取一個圓 按住 拉出蜻蜓左邊的翅膀 右邊的線由蜻蜓上方穿過左邊的圓 取一個圓 按住 形成 右邊的線由蜻蜓下方繞至左邊 右邊的線由蜻蜓上方穿過右邊較小的圓 取一個較小的圓按住 左邊的線由蜻蜓上方穿過右邊較小的圓 左右邊的線一起拉緊 稍微整理一下 使翅膀更堅固 步驟三 左邊的線由蜻蜓下方繞至右邊 取一個圓按住 右邊的線由蜻蜓上方穿過左邊的小圓 取一個圓 按住 稍微整理一下 右邊的線由蜻蜓下方繞至左邊 取一個小圓按住 左邊的線由蜻蜓上方穿過小圓 左右邊的線拉緊 稍微整理一下 做好的節往內推 形成蜻蜓的第二副翅膀 完成后 左边的线由蜻蜓下方绕至右边 取一个小圆抓住 右边的线由蜻蜓上方穿过小圆 左右边的线拉紧 稍微整理一下 做好的结一样往内推 右边的线由蜻蜓下方绕至左边 取一个小圆抓住 左边的线由蜻蜓上方穿过小圆 左右边的线拉紧 做好的结往内推 左边的线由蜻蜓下方绕至右边 取一个小圆抓住 右边的线由蜻蜓上方穿过小圆 左右边的线拉紧 做好的结 一样往内推 接下来打结的方法都一样 多打几个结 打到尾端时 留一小段就完成啰 最后步骤 使用剪刀 将蜻蜓尾端多余部分剪掉 拿出打火机 将剪掉的地方烧起 防止拖线 防止拖线 拿出钥匙圈 将开口套至蜻蜓尾端 使用尖水前将开口处压合 就完成韩国丝 编织蜻蜓DIY制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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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